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4月28号星期日 上次我们说乌克兰在火线抗命 有一个67旅在火线抗命 现在来讲应该说是多个旅都出现这种问题 这种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说没有那第一个大家都不敢 只要有了第一个就第二个 你知道吧 就是说一个不知道是郭文贵的 还要去把千千万个郭文贵站起来 是不是 郭文贵说莫名其妙怎么的 郭文贵马上5月份就要受审了 就要正式受审 郭文贵还算比较坚强 是不是 他是去年3月10几号的时候被抓进去的 到现在已经关了一年多了 而且到现在也没有给他保释 我不知道第一次开审之后会不会就能够保释 我能觉得他不能一直关着 总是最后要给一个保释 反正就是一个 或者可能能大选结束 他是不是就想大选之前逼他一下 看看他能不能出来指认一下川普什么的 主要还是为了选举考量 可能等选举过了之后可能就保释 就没事就出来了 再说吧 然后咱们说 这个是英国的军事专家 亚历山大默库里斯 在他的个人社交平台爆料 他说他得到消息 在奥切列基诺的攻防战期间 负责防御阵地和增援前线的乌克兰多个旅 最终都拒绝执行上级下达的死闯命令 擅自逃阵地 在其他一些战场上甚至出现了乌克兰的军队 带着美国援助给他的武器 向俄罗斯军队投降的事件 这个是英国军事专家他说的 他实际上这个真实的情况 他这样 首先来讲 第一个67旅已经原地解散了 可能就没有了 对不对 就给撤编了 当然如果是个人当逃编的话 当然就就地枪毙 但是整个旅他最后抗命的话 你不能把整个旅全杀光 对吧 法不择众 没有办法 然后67旅已经没有了 现在第115旅也是不战而退 未经许可 就擅自离开了奥切列继诺的阵地 当然这个115旅有他的投授情况 115旅在这打了已经很长时间了 现在115旅说 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旅了 我现在应该叫115营 所以我现在人员和我的军事装备 实际上跟一个营是一样的 已经不是一个旅的 军事旅团赢 他连团都不算了 说我只能算一赢了 你知道吗 比旅小两级了 你知道吗 他说我现在基本上就不是一个旅了 你现在给我的作战之处 是一个旅的作战任务 但我现在就这点人 就这点武器弹药 我上去就是送死去 所以他就不去 使得俄罗斯军队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之下 直接就进入了 进入这怎么办 乌军第47旅的部队 不得不火速前去救火 经过一番血战 打退了俄罗斯军队向北部的推进 但是还是不行 这是第一波 就是说先动部队打掉了 但后边大部队就上来了 大部队最后 乌军指挥部要求第47旅坚守不许撤 47旅迎头打了一下 然后给其他部队 争取一点向后撤的时间 然后就说 我也不行了 就遭到拒绝 47旅说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了 我们只能退了 所以这个也不能怪 一百一十五旅 一百一十五旅本来他也没有人了 他就不知道一个旅 他就一个赢了 一百一十五赢了 对不对 我们47旅还凑了一点 我们顶一下 因为你不顶的话 人家直接一抄后路 我们退都不好退了 顶一下大家往后退 一起走了 就跑路了 然后 所以你也不能怪47旅 47旅好歹 好歹也顶了一下 对不对 把新疆部队挡了一下 挡了一下 给大家争取一点后退的空间和时间 对吧 一国军事战家表示 他说乌军指挥部 只得派遣另一支部队前去稳定局势 说47旅 115旅已经撤了 47旅打了一下也撤了 他说 但是第三支部队同样表示 守不住该地 他们告诉泽连斯基说 俄罗斯军队在这一个方向上的战果 是无法否认的 没办法了 谁上去都是去送死的 而且47旅顶了一下 给了我们争取一些时间和空间往后撤 如果我们不上往上顶的话 那等于就是送死的 47旅打了这一下就白打了 你知道吗 我们最后不就全完了吗 所以大家就全部的就开始就往后撤 那由于乌克兰援军直视不到 目前驻守的奥切列基诺的乌克兰其他部队 也已经全面撤出阵地的开始溃逃 那乌军的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的缺口 等于这个地方就完了 他是一个在47在北部顶了一下 然后就撤了 撤了之后其他部队一看 这样大家就一起全撤了 就把奥切列基诺就让给俄罗斯了 目前就这么个情况 当然现在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等于美国的局势装备到了之后 能不能稍微好一点 因为美国的援助 他不向支付宝打款 不是说今天一打明天就收到了 他需要点时间 他还要给 他是先给美军 美军买了装备再给乌克兰 不过当然这600多亿 多亿里边的有一半多都被美国人弄走了 剩下的 其实真正给乌克兰打仗了就200多亿 200多亿还是有武器 还有后边的这种就是说养护什么的 所以最后其实没多少东西 但这些东西到了之后不知道行不行 不过我还是那句话 你不可能指着机关枪自己上前线去跟乌克兰打仗去 跟俄罗斯打仗去 对不对 你最后还得有乌克兰人上去才行 对不对 所以你要是最后的115旅 最后都变成115营了 他就没人了 你这武器给谁用了 怎么能一人发四只冲锋枪 对不对 他有两只手 对不对 那么过来 所以这种问题 怎么办呢 还需要人 人主要是死的差不多了 那现在这样 波兰的副总理兼国务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 他说 他说当我们的波兰同胞在咖啡馆 看见年轻的乌克兰男人在里边 谈笑风生的时候 同时听说我们波兰为了援助乌克兰 投入这么多钱 我们给了他们这么多钱 这么多武器弹药去帮助他们 波兰同胞感到很生气 对对你们应该上去去 你们应该到前线去送死去 而不是在我们波兰的咖啡馆里边喝咖啡 对不对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所以波兰的国务部长表示 所以波兰会帮助乌克兰 让所有留在波兰的士林的乌克兰男性 全部都回国给我伏兵一起 不行我就给你们抓回去 都给你们遣送回去 乌克兰外交部也宣布 从自4月23日起 对海外领事服务的项目和范围做出限制 暂停对生活在国外的乌克兰的士林服役男性 就18岁到60岁的 只要是男性的新的领事服务 所有的领事服务都没有了不做 但是仍然可以办理返回乌克兰的相关关键 如果你需要返回乌克兰 这可以 你要我你就别来 你要来找我 你就是要回乌克兰 你要不回来你就别来 我们不给你办任何的东西 什么转换身份 什么身份证明 全都不干 你们这帮人 18岁到60岁 你们不回来打仗来 你们在外面 吓唬闹 闹什么 而且整个是所有的对整个欧洲地区全部都不搞 全都不允许 让你们全部都回来 乌克兰外交部部长 库列巴在社交媒体上 他表示 他说留在国外 并不能免除乌克兰公民对国家的责任 他说以指示采取了各种措施 不光暂停服务 还要再想办法跟波兰 跟欧洲其他国家去商量 你们就强制给我送回来 各种的措施使得 不管是乌克兰境内的 还是在乌克兰国外的任何的 适临的服役男性公民 都要公平的承担自身的责任 就是说你要上场上去打仗去 有一些在国内的也在逃避兵役 现在国内在抓政兵 国外的也在跑路 跑路的话就看 国外的没办法 国内可以自己去抓 国外的话就要靠波兰 或欧洲还能不能谁帮忙 帮忙给我抓 抓完之后就直接装上卡车 就给我运回来 就这么意思 运回来之后 美国人不发枪 一人一支枪往前上顶 对于乌克兰外交部这一决定 波兰国防部长表示 他说我并不感到惊讶 早就应该这么做了 并将说我们会将支持乌克兰这一决定 说乌克兰当局正想尽办法 找士兵上前线 波兰国防部长说 波兰此前就已经帮助过乌克兰 追查那些逃避责任人 之前也说过 他有好多人 就是说花了钱 花了钱之后 免赴兵役就跑路了 甚至还有征兵办 开车给他们送到边境 给他们开证明 送他们走 收钱 后来这个事 后来发现还不是一气两起 是大批量的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泽泉斯基 把乌克兰征兵办的所有军官 就地免职了 还记得吗 全国所有军官免职 然后要求是那些 上过战场的 或者从战场回来的那些人 才有资格去当征兵兵 征兵办去抓证丁 现在反正满处了 抓证丁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怎么办 就是这样子 当然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乌克兰就已经禁止了 18岁到60岁的男性公民 离开乌克兰 不过大量男性 通过各种非法途径 实际上最终还是离开了乌克兰 根据英国媒体的数据统计 自冲突爆发以来 一共有65万名 就是18岁到60岁的乌克兰男子 用各种不光彩的手段 离开了乌克兰 前往了欧洲的境内 都在欧洲的 这个要怎么处理 现在这样 看起来只有波兰同意 帮他把人抓了之后 给他送回去 但是其他国家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欧洲生不出孩子 欧洲需要的难民 欧洲需要联亚劳动力 以前欧洲大量招收的 都是什么非洲 或者是什么中东 通尼斯 就这种 欧洲不喜欢 欧洲更喜欢的乌克兰这些 就是说白人 高鼻子 大眼睛 金头发 蓝眼睛的这种 这种移民 喜欢这种 就特别喜欢乌克兰移民 所以欧洲很多国家 不愿意 波兰可能是不需要这么多移民 还有一点 波兰认为 你现在离我这么近 乌克兰如果失手了的话 就到我了 所以我也得帮着你 就是说你不打 我也给你送钱上去 所以波兰比较积极 其他人看起来 没有这么积极 其他人就认为 乌克兰输 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把我这这么好的 这种 这么漂亮的 乌克兰的 这些联合劳动力 给乌克兰送回来 你要是 对 你要是什么非洲裔 他搞不好 就给你送回去了 但都是乌克兰裔 他都是 对吧 所以他们这种 你知道吗 欧盟他的想法 欧盟为什么收这么多难民 就在这了 特别喜欢乌克兰难民 人种上来讲 比较他就喜欢 就这样 所以泽连斯基 4月16号签署了 乌克兰加强动员 就是征兵法 法案将于5月份的生效 他的征兵法 有点 就真的是抓征兵的感觉了 而且还什么 取消了365月退役 现在导致了 很多家属也不管 他说你这样的话 原先我还期盼 他365月没死了 还能回来 你现在这么搞的话 等于就是说 他回来只有骨灰能回来了 对不对 等于不死 回不来 就把他最后的一线生机 都给他消耗殆尽了 这个来讲 乌克兰的前的 乌军总司令 扎路日内 他是反对的 他认为泽连斯基这么搞 是节则而鱼了 你这样子就不行 你这样 因为你要明白一点 就这些人 虽然他们可能 没有前线去送死 他们在后方的话 也会有一些的 给经济做一些贡献 而且你后方也有一些东西 需要做 你不能这些人全都没有了 而且这些人都死光了之后 后面 物种怎么延续 民族怎么延续 你对不对 你这样子就节则而鱼了 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说 美国和北约 给我们设计的那种反共 根本就不现实 对不对 我们不具备任何的反共的这种条件 我们就是防守 就是他打 我们尽量守 以以待劳 其实之前我就讲过 我们举过这个例子 就是联波和赵阔 对不对 联波就是我坚守不出 我以以待劳 你打我吧 然后我这 我防守 我又省力 死的人又少 你进攻 你费的力量大 死的人又多 对不对 但是赵阔就出去 去反攻去 赵阔就死掉了 对不对 当时我不是说 切得无随作 对不对 我作为赵阔 他母亲 我跟你说的 你别这么干 所以如果万一出事的话 你不要来骂我 对不对 之前我讲过 扎路之内 就有点联波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一代劳 我们防守 让俄罗斯人来攻击我们 但是泽阔斯基 就是说 因为泽阔斯基说 人家美国和北约给了钱了 人家给钱 又给武器 给了这么多人 让我们去进攻 我们不进攻 我们光防守 人家说凭什么给你钱 对不对 就是你拿人的钱 泽阔斯基认为 我们应该反攻 应该去主动进攻 扎路之内不干 扎路之内 已经被解职了 之前都说过 Telegram频道 他叫居民频道 他援引乌克兰总统办公室 消息人事爆料 说乌金总司令 扎路之内 因为拒绝出任的 驻英大使 一个月前 被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 拘留控制了 本来说 把他解职之后 让他去英国 就是说 你说好听的叫外派 对不对 说不好听的就是流放 就滚蛋 因为扎路之内 现在在乌克兰国内 声明确起 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对的 觉得扎路之内 才是在为乌克兰人好 说泽连斯基 现在拿了美国人 北约的钱 就让乌克兰人去送死 所以导致了 泽连斯基现在 声望特别低 而且外面就是说 还要不要选举 泽连斯基就不想选举了 但是很多扎路之内 他们就问 你要选举吧 你赶紧下去吧 就觉得你在 你在这这么干下去 对乌克兰是一个坏事的 你已经变成乌克兰 最大的负资产了 泽连斯基想给他弄走 弄走之后 给他外派到英国 到了英国之后 让英国人盯着他 就是说老老师在英国待着 扎路之内不去 不去 现在反正是爆料 说是被国家情局的拘留控制了 咱现在不知道这个情况 反正这是上面一个爆料 扎路之内被解职的理由 说他体检不达标 说他太胖了 说他天天吃喝玩乐 弄得特别胖 不适合当一个军人 不符合一个军人的条件 所以属于这叫什么 就是说不光荣退伍 你知道这意思吗 就是拜登的儿子 亨特拜登是因为吸毒 是吧 说是不光荣退役 就也没让他 也没惩罚他 但是让他就是说退役了 但是就是说你有污点 比如说你什么吸毒 然后你体能不过关 然后你什么太胖了 大肥仔 就这样 最后扎路之内竟然是说 他有个大肥仔 体能不过关 让他退役的 就是不光荣的退伍 这种东西其实有 就是伤害不大 但是侮辱性的 他是个乌军总司令 最后说哥们吃太胖了 太肥仔了 然后退役 不让他当兵了 这个简直就是说不再适合担任的军队里的职务 那有这么一个情况 怎么说 我觉得一个国家到了一定的程度 其实我觉得就真的 就是说联波在和赵阔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赵阔最后可能是前后被秦国可能坑了 第一次坑了二十万 第二次坑了二十几万 可能前后四五十万 赵国的年轻的男性就都被人就挖个坑就给活埋了 你知道吗 四五十万人就进去了 这一次进去之后 赵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彻底就亡国了 但如果联波在的话 能够帮赵国保存的就是说几十万的这种胜利军 赵国就还有机会 最起码还能够就是说保护自己 反攻是不可能的 但是重要可以守得住自己 对吧 这个时候 如果像扎入队这样子 扎入队就是要美国和北约让他反攻 反攻之后 他一看反攻死产太多 他说这样 我们也反攻 我跟美国跟北约帝国交代 我们这样 我每次派十个人 二十个人 然后什么也不带 就偷偷的上去反攻一下 就这么搞 死的人少了很多 他们要说泽连斯基跟美国商量 就是说大部队一起往雷区里 那么挖了那种都是地雷 往雷区里边冲 然后看能不能就是说蹚过去 非常的可惜 乌克兰到了现在关键时期 最后竟然是泽连斯基执政 而不是扎禄之内 如果是扎禄之内的话 我觉得乌克兰还有机会 但是没有办法 但是那个时候怎么办 你是个民主国家 泽连斯基是你们自己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是不是 你怪谁 说实话的 如果你们一人一票选个什么爱尔多安 就土耳其东西爱尔多安这样的话 能打起来吗 爱尔多安肯定是 左边占完俄罗斯便宜 回来就占北约便宜 两头占便宜 爱尔多安现在弄土耳其不就是吗 两头占便宜 这边你看普京给我点好处 我帮着你咱们一块弄北约 对不对 后来跟北约给我好处 咱们一块弄普京 对不对 两头坑 两头骗 两边都知道 但是两边谁拿他也没辙 因为他夹在中间 他往哪边倒 另外一边就不利 对不对 那你说 其实乌克兰如果有个爱尔多安这样的话 就光乘两头捞便宜了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以前 俄罗斯的天然气 不是有一条管线 从乌克兰过 往欧洲弄 然后乌克兰在天然气管线上 自己扎个眼 就自己弄 管你大哥 对不对 就扎个眼 我看我弄啥弄啥 俄罗斯也知道 欧洲也知道 就算了 拿他没辙 他怎么办 咽过八毛 你从人家过 还不算让人收个过路费 就都当过路费了 别太扯淡了 就得了 他以前都是靠 你说这种便宜全都不占 一定要去打仗 然后 我不是很清楚 然后 他们说 现在占了很多便宜 你看美国前面给了700亿 这次又给了600多亿 前面后占了美国1000多亿的便宜了 然后拜登说 说是贷款 说要还的 也不是占便宜 但是拜登承诺了 到时候不行的话 贷款就给他减除减免 不让不乱还了 川普说 想都别想 我要当总统 欠我的 欠了我的 给我吐出来 吃了我的 给我吐出来 拿了我的 给我还回来 欠了我的 都得给我还 别想那事 这钱我是借给你的 可不是给你的 你自己搞清楚了 反正 再说吧 我真的是看不出乌克兰占到了任何一点的便宜 好吧 反正这么下去 西方媒体也是说 如果没有美国的这次援助的话 乌克兰估计是挺不到今年大选了 但是又给了600亿 600亿里边只有200多亿是给他的 但是又有200亿顶上去的话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挺一挺 但是拜登现在希望能挺过今天大选 因为大选之前如果乌克兰失败了的话 对拜登选举太糟糕了 昨天我们也讲了一期 摩根大通的CEO戴蒙不是接下来 他有说 他说乌克兰如果战败的话 对整个全球的这种结盟关系和经济关系 都会有一个翻天地覆的一个改变 就是很多国家会觉得 完了 美国扛不住了 撑不住了 乌克兰的失败等一伤就是美国的失败 所以我们看一看 看看乌克兰还能挺多久 但是不管怎么着 我想美国两党最后还是达成了一个合作 你说这个钱虽然说有一半多都是美国人秘了 但是还是给你两百多 对吧 所以象征性来讲 我觉得这次是可以的 当时我也说 我也觉得共和党应该把钱给了就得了 走到这一步了之后 如果不给的话会很难堪 就彻底就扎弹了 但是现在的话 莫尔良心说 乌克兰你最后如果输了 你最后失败了 你最后不行了 那就不要怪美国了 该给你的都给你了 对不对 最后你不行的话 那就是你的问题 战争也是你自己选择去打的 没有人让你打 拜登不也说了吗 说战前之后跟泽严斯基底次说 我都我一直告诉他 我说这个要打仗 你知道下去可能要打仗了 泽严斯基根本就不听 对吧 这个两年前拜登就说过 对不对 那你说仗是你要打的 不是美国让你打的 最后你打了之后 美国全力以赴支持你了 那你最后输了之后 千万不要怪美国 对不对 我觉得这次呢 把这个责任和关系的撇的 还是非常的干净的 对吧 好吧 那这期演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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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